獎勵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今天浩田股票跌是 是我來立法院而造成的 這是要說是科學家的一個回應還是怎麼樣的回應 我真的不曉得啦 我只是期許說 院長你是中原院的院長 你又是一個最接近諾貝爾獎的台灣科學家 我們有很多不知道該是要譴責 還是要珍惜你 該是要幫你說話 還是要好好的監督你 但是身為立法委員 我們就要好好的監督你 剛剛很多委員講的 大家關切的是 到底你有沒有犯了內線交易 到底你有沒有做到利益迴避 內線交易這一部分 你剛剛回答的其他委員說沒有 因為呢你女兒的持股是在於前半段 甚至在你回到台灣中原院擔任院長之前 他就是院士股東 沒有沒有我女兒持股是我擔任院長之後 你女兒持股是你擔任院長之後 2012嘛 2012 好我要再讓你講清楚為什麼 我們根據3月24號啊 媒體的報導 銀眼良先生啊跳出來幫你講話 他是說啊 他自己先墊了美金6千萬 之後包括翁玉秀等原始股東 再出資把自己的股票買回去 這個銀眼良先生要為你辯駁的這樣子的說法 正不正確 我剛剛已經說過 那個時候時間非常緊迫 大概只有一個禮拜 他optima四出6千萬的股票 是沒錯 所以銀眼良先墊了美金6千萬嘛 你剛剛也有回答其他委員說他先墊錢嘛 對對對 再由你們原始股東來認列嘛對不對 對 可是呢銀眼良是說 包括翁玉秀等原始股東喔 再出資把自己的股票買回去喔 銀眼良先生是這樣子講的喔 您再回想清楚 因為你剛剛說法跟銀先生的說法是不一樣的 我經過的是張念慈啦 張念慈來找我 所以銀眼良先生跳出來幫你辯駁的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這個訊息我是不清楚 張念慈來找我 希望給我那個3千張的這個股票 因為我是optima的funder 那 我是答應給女兒 所以第一時間來找您 是張念慈 是張念慈 對對對 所以跟銀先生的講法 回答媒體的講法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部分 那張念慈第一時間來找你 您婉拒了 但是呢 您說 同意給女兒 是您同意給女兒 還是您女兒因為阿姨得患了乳癌 所以她想要來幫忙這個新藥疫苗的一個成長 所以要來支持跟認購 這個不一樣耶 主課題不一樣耶 一個是說您答應要給女兒 一個是女兒因為心疼阿姨得了乳癌 所以她要來支持這樣子一個新藥疫苗的成長 不是這樣子啦 我想那個是在這樣 好來來 說張你說清楚嘛 那個 張念慈來找我 然後她希望我能夠認300 300萬股 300萬股 因為她說她也要認300萬股 那我請教一下那為什麼 在之後 在您這個說法之前 在事情爆發之後 怎麼會有一個說法 媒體的報導 而且是您自己說的 因為 女兒心疼阿姨患了乳癌 所以 要來支持生計 要來支持這樣子 那個乳癌的疫苗 的一個產業的發展 所以呢 用了您跟你夫人 贈與她的一個資金來認購 這個說法跟你現在說法不一樣喔 對對對 我想那個時候 我們家庭 因為2011年 2011年 我的業父過世了 然後 我太太的姐姐也過世 是因為乳癌 所以我們在家庭聚會的時候 我有在談到 這個疫苗 這個疫苗 所以 我太太的姐姐就 非常希望能夠 有機會用到這個疫苗 那 我在談 在家庭裡頭談的時候 女兒 我有跟女兒講 我有在研發這個 那女兒本來就對 父親的這個 那個研究相當 相當有信心嘛 那就在談談 那 我說我們要投資 這一個 這個 疫苗的研發啦 那我們會用這個 這個 正義的方式 由女兒來持股啦 那 可能在寫的時候 因為我人在國外 那個很多 很多這個 中文的寫法 所以院長 你剛剛的說法是 你們召開了家庭會議 那就是用女兒的名字來認股囉 女兒認股是我的意思啦 女兒認股是你的意思 對 是張戀慈的建議 但是我同意這樣做 那這中間即使到現在 女兒還擁有浩鼎的股票 對 剛剛其他委員也提到 現在中原院 包括你自己的技術 也有計轉給浩鼎 這中間 難道沒有所謂的利益關係 而導致的利益衝突嗎 這個我們要檢討啦 我現在就要問你要怎麼檢討嘛 我必須坦白講 院長 你們是公職人員 我們還有一個公職人員的利益迴避法 您去翻翻一下 法務部也有人在這裡 您去問清楚 我們的公職人員的利益迴避法 是定的是用最高的標準來定 即使有利益關係 也是在違法之列 你有參考過嗎 有有 我有看出那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是根據科技基本法 有利益關係是透過計轉 那不是經過什麼公職人員利益 那個迴避法 那一些的董監事 跟那個是不太一樣 院長你算不算公職人員 我當然是公職人員 但是我們這一個 你是公職人員啊 那你要不要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 但是這一個是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法務部在不在這裡 我當然要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 那請你回去好好的看一看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 我現在講是現況現在 此下當現在 當中原院 你剛剛有承認 剛剛其他委員問過 現在中原院有兩項的計轉給耗頂 而你的女兒現在這個當下也擁有耗頂的股票 對 這個難道沒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嗎 我現在有利益 這個是社會大眾所關心的 就算你說的 並沒有違反中原院的內規 那個計轉的一個利益迴避原則 但是那個原則只是一個 最low的一個法律層級 甚至還夠不上是法律 只是充其量是中原院的內規 但是我們的法員如果你剛剛承認你是公職人員 我們現在明明就有一條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 難道你沒有違反嗎 你去問清楚 你去問清楚 如果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 那您就要再次的道歉 您就要再次的處理你女兒在耗頂的股票 您就要再次的跟社會大眾來解釋 您就要再次的遵守法律 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 你違反了 你違法了 你該怎麼辦 就是怎麼辦 好 謝謝 好 謝謝何委員 謝謝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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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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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